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您 包括我们的海峡交流基金会 包括内政部的警政署等等 请问一下 当我们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所列席的这几个部会 你们多久开会一次 你们有没有共同坐下来 横向的开过会议 每季一次 每季 联系汇报 联系汇报是每季一次 那当然如果有个案的时候 当然在部会之间大家都会互相的协调 我觉得这很重要 如果只是每季的话 本市认为真的非常非常的不足够 因为照理来说 今天我们的招委会谈到这个议题 然后把所有的你们横向联系的这个部会 召集来一起来谈论 想想看一个委员十分钟 能问到什么问题 跟想想看你们如果没有固定 比如说两三个月开一次会议的话 我们的进程 我们的步伐如何往前走 每一次每一季的话 你们可能只是在讨论说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但是实质上你们的效能 效益到底有没有往前推进 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委员的提醒我们会注意 好不好 本期建议你们不要只是每一季 你们找出不管是谁来领衔 或者是一个政务委员来领衔也都行 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案件 它是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进程是往前走的 包括我们的法务部啊 我看到你们也只是交流啊 然后呢 只是在访问啊 那实际上真正如何交流 好像也没有一个实质的一个回应 那包括你陆委会现在说 两岸要开始设立办事处 是吗 对 请问这个办事处要如何设立 目前的规划是透过海基会跟海协会 两个单位互相到对方那边去设办事机构 那虽然是用海基跟海协的招牌 但是陆委会的官员也会进驻到 海基会的这个办事机构里面去 所谓的官员是谁 是您呢 还是附阻我的 当然不会是我 当然不会 我们是只到那边去上班的 就是上班 进驻 进驻到那个办事 那最高的层级会到什么样的程度 目前还在规划中 还在规划中 能不能告诉我们大家到底会在哪里 已经马上还在规划 我们预计 好这样问你好了 预计什么样的成绩 呃 现在因为还没有确定 现在真的请委员谅解 就是还没办法现在公布 因为这些事上 双方大家必须要共识 我当然清楚知道 但是我当然知道是双方共识 我们这边希望是有什么样的成绩过去 我们这边一定会有一位 呃 这个办事机构的一个代表 是呃 最高的负责人嘛 但是这个人他到底所谓 因为他是海基会 他毕竟是海基会的职贤 他并不是呃 这个政府的官员 所以他到底是相当于政府官员的哪一级 所以他会请 会从民间里面招聘 你的意思这样吗 目前 还是我们现在陆委会里面的人过去 要讲清楚啊 还没有谈到具体的人选的问题 就我知道那个大陆方面 他们都是两个招牌嘛 呃对 要过来的人 他不会是从民间招募的啊 呃对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的确是个人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那个具体的人选 目前还没有根本还没有谈到 我当然知道 我现在问您是我们政府官员呢 还是民间呢 就是目前还没有谈到 请向哪一方面 呃就还没有确定 因为我现在不能讲请向 请向会让人家误以为好像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考虑哪个方面 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民间人士啊 哈哈哈哈 主委啊 请委员谅解 主委啊 好啦 我会谅解啊 谢谢 因为今天很多媒体在现场了 私底下本席在救教您啊 好 但是因为这个步伐已经快走了啊 是 你如果现在还没有一个自己心里面的底地 你如何在谈判桌上跟人家谈判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好不好 谢谢 好另外我想请问一下 呃不好 请您 谢谢 请您回座 请问一下署长 有请署长 呃 警政署署长 请王署长 好包括我们内政部部长也有请 好吗 谢谢 部长还有署长 我不晓得两位啊 最近看了我们的电视新闻 还有我们的所谓的名嘴啊 在谈论国内几个大的案件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样的心情 请部长先 大概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呃 我想 当然司法是不公开的 这两件案件 呃 引起社会很大的一个回响 但是我们也 不太希望说 这个媒体把他这样一直在渲染下去 其实第一个会妨害我们的办案 第二个会到造成民心的安定 呃 这个不安 另外也让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所有的证据 我们的办案的程序 这个嫌疑犯都已经在压了 我们要只是在查他的共犯 跟其他的细节 这个案子是一定会破的 所以请大家安心 谢谢 请署长 你最近看到这个媒体啊 包括呃 名嘴在谈论 那么多的重大案件的时候 你的心情一分钟一样 心情 嗯 呃 案子没有厘 没有厘清 我的心情当然不太好 嗯哼 但是我也发现 我们国内又出现很多刑案专家 嗯哼 还有呢 但是也不是现在啦 因为这个从民国99年 我们在办台中的案子开始 就有这个趋势 好 所以 当第一个案子开始的时候 第二个案子刚刚发生的时候 我就告诉几个局长 我说这些案件 希望你们尽速 啊 在检察官指挥之下 把该查的 该办的尽速办好 嗯 不要再像 这个卢州这个案子一样 但是呢 呃 我个人认为 也不能说不信啦 但是又是走入同样的情形 嗯 反正两个案子现在 每天都是在 电视上 嗯 讲不完 好 但是呢 呃 我们还是要听 相关的建议 然后呢 我们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我们当然会要求我们的 警察同仁要改进 嗯 或者是要 检讨 嗯 是这样 好 谢谢 其实呢 本席听到 主管了整个台湾民众 不管是人身安全的 最重要的两位主管 谈到这个问题 其实呢 本席这一阵子看到电视 以及这些名嘴的 在电视上的谈论 甚至于就是 还会把现场 拉到刑案的现场 把它重义化 本席其实内心有非常多的感触 当然 警政署 我们的同仁 很辛苦 但是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例如刚刚我们说 这位他的太太 已经到大陆去了 居然我们刚刚还在听 我们的刑事单位来说 你们只是电话联系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么重要的一个讯息 你们仅仅只是用电话联系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需要 检讨跟反省的部分 也就等于就是说 我们办案的程度 的确是慢了一大步 这个部分我希望署长 回去之后 针对我们的警务人员 必须要好好的做反省 深刻的检讨 第二 可能长期以来 在国内的所谓的办案 就是积压 才能够得到所有的证据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的检调单位 我们的司法也要考虑 我们永远都用积压 然后恐吓 然后很多的东西 然后逼里面的人讲出来 可是 现在时代在进步了 现在所有方案的人员 不像以前是这么淳朴了 他可能他要犯案之前 他就已经把他的自我的权益 法律上的见解 人和全部都已经做好了 所以你如果在积压 已经问不出任何道理了 所以他是必须要科学办案 两位同意我的说法吧 同意 好 本席在这里有一个要求 要求我们的部长 你原始要跟我们的行政院长 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 需要我们的NCC 出来好好的来规范一下 我们的媒体 这个叫做什么规范呢 叫做就是 什么能讲 什么不能讲 希望大家配合一下 我们大家非常希望 能够早日破案 可是在早日破案的同时呢 媒体朋友是不是要协助 我们的政府单位 什么该说 不要无限上纲 本席真的非常的忧心啊 当我们非常多的名嘴 或者是退休的专家 在电视上无限上纲 在讲到所谓 所有的案件的过程 发展的过程 它如何破案的 您知道这无形当中 就是一个教育 教育什么呢 教育有人要犯罪的人呢 比如我那天看到电视 如何清洗我们的血液 哦 柠檬 可以洗 然后学化工的人 清楚知道 什么东西撑过去 血液就没有了 请问一下 小孩子当我们接触到电视 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内心已经学会了 未来我如果真的有机会犯案的话 我就清楚知道 我要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本席真的很忧心啊 所以部长 本席真的建议您哦 应该好好的有一个横向的联系 这个联系是如何请媒体的朋友们 一起来协助 当然协助破案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要为了收视率 不要为了你们自己媒体界的利益 然后无限上纲 忘记了你们有教育的示范 你们有 你们有一个就是 保护我们下一代 保护下一代 他如何不要要有这样子的犯案的 这个潜在的这样子的学习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出现 所以其实呢 本席当然是要 要我们的警政署 你回去好好反省你们办案的步伐 但是同时本席真的很忧心 尤其我们的那些名嘴朋友们 还要把现场拉到现场去 然后把它重益化 我觉得其实对于被害人的家属来讲 这也是再一次的伤害 不是吗 部长您认为我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 我会跟其他的这个 我的长官报告 我们会尽快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所以部长啊 署长啊 你们所做的工作 不是只有在你们的任内的工作而已 希望你们拉高层次 看一看整个社会的氛围 整个国家未来这些的安全 所以本席真的很希望 这件事情是行政院长应该要跨部会 然后找我们NCC过来 甚至于院长要亲自把这些媒体朋友们 请到办公室里面 或者请他们吃个饭 请他们一起来协助 如何来把这件事情破案 如何来把社会风气 然后再把它好好的改善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会说 当然每一个人希望破案的心是一样的 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希望破案的心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真的也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还有就是署长啊 你们的脚步真的要快一点呢 有非常多的都是媒体先爆出来 也不能完全无限上纲的指责媒体 因为你们的步伐很慢 所以呢惹得大家是非常的紧张 也非常的担忧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警政署是不是要控制一下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声音是从你们警政署出来的哦 你们第一线的办案的人员是不是跟媒体接触的最多 我们也都知道第一线的人 第一线的人员跟媒体接触的最多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所以我们泄露了一些东西给媒体朋友 有没有可能呢 事实上因为我们以前也当过分局长 当过局长 当过组长 因为有这种案件发生的时候 等于是我们办案人员跟媒体朋友 也是等于是在打攻防战一样 本来大家是好朋友 但是案件发生的时候就开始竞争了 因为他们希望了解到我们每一个步骤 希望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当然这几年又有点变质了 当然变到什么样 我想我也不需要在这边讲 但是您刚刚讲的那些 希望我们做到的事 我认为很难 怎么难法 我们即使有心去做 但是我认为没有效果 怎么困难法 你说院长请大家吃个饭 讲一讲如何规 规范 我想吃完饭以后 可能也没用吧 嗯 您认为有用 我认为 如果真的 大家为了台湾这块土地好 大家真的认为 希望赶快破案 我们真的也认为 不要让我们下一代 透过媒体 然后呢 让我们下一代学习到 如何的犯罪 另外 我觉得是可以谈的 另外也跟委员说明一下 您刚刚说 有没有 请问一下署长 你有没有适责 邀请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 邀请我们的名嘴 好好坐下来谈 说我们很希望办案 我们警政署也希望检讨我们的步伐 但是也希望媒体朋友们配合帮忙一下 我没有 有没有 所以 我只能约束我的同仁 所以 希望不要再丢出话题 所以署长 北溪在这边真的建议 媒体朋友不是不好导交道 媒体朋友也不是不清楚知道 他们的责任义务在哪里 但是委员 但是身为最重要的主管单位 还有署长您 我觉得你先抛出善意 北溪在这边已经先提醒你了 希望今天继续完了之后 马上跟这个朋友媒体们聚餐 然后 希望您能够把您的顾虑 还有本席今天所谈到的这个问题 我们所担忧的问题 跟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好好坐下来谈 好不好 但是这个20年前可以做到 收到效果 但是20年或者今天 我认为我也很难 不要那个没有信心啦 署长你都还没有抛出善意 你都还没有邀请大家 你们就说不能 因为以前我们跟媒体朋友可以讲说 这个你知道了可以 大家先不要写保留一下 因为跟案情有关 但今天大家在竞争很剧烈的状况下 没有人会听我们讲这些 不会啦 还有一点要先您说明的 您说我们的脚步慢 但您要考虑到我们跟媒体朋友不一样 今天媒体朋友他到大陆去 他到福建去 他有个地址 他自己就可以去了 结果怎么样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我们警察 第一个我们不能够随便派人去那边做 人家没有同意我们不能去做调查的工作 所以我们违请他们替我们做 然后行事局告诉他我们需要了解什么 我们把问题告诉他 等于了解啦署长 并不过我们派两个人去 我是你们行政局的这个民间的理事长 理事啊 我就说我们表面上政府不能去 行事单位不能去 我们有一个理事嘛 对不对 我我个人就是这个理事啊之一啊 表面政府不能去 你不能说这个是借口 本席不接受这个借口 你应该可以派我们这个机会的人过去 人家同意之下我们就可以去 谁同意 可以共同 不大陆公安单位同意说我们可以共同去了解 怎么可能会不同意呢 对啊 所以你要先告诉人家 我们不能够说自己去了就拿个地址 那请问一下今天几号了 然后呢那个那个案件是多久了到现在 你们应该是第一个时间就过去 而不是今天媒体写了你们才过去啊 我们18号我们就把 我们的要求提过去了 对不对 好那个署长本席在这边真的是很诚心的建议您 赶快抛出善意来 要不就部长你邀请这些媒体朋友们 因为这也是您 您是那个你是那个警政署的主管单位 所以我希望本席真的 我们站在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宝岛 因为现在的案件你突然发现这越来越残忍啊 然后越来越让我们的警政单位啊实在无从查起啊 这里面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再用以前的方式来办案 我们希望呢部长跟署长先抛出善意 邀请朋友们民主人们好好坐下来谈 好不好 谢谢 谢谢